郭文貴議員 不管是儲存或者是傳輸 另外就是放在銀端裡面 以及個人上的一個使用 那都必須應該還有這個個人隱私的部分都應該受到注重 那所以很高興 然後地政處在縣府的預算的支持下 以及跟相關的單位的努力共同努力之下 那得到的就是ISO27001 以及就是SISA的這樣的一個認證 那這是兩個不同認證上的一個體系 一個是對於我們的數位 然後包括資料檔的一個儲存 然後傳輸和使用上的這些 就是安全上給予更好的保障 那另外是關於雲端的這樣的一個認證上的一個數位安全的保障 那我們希望能夠做到 對於政府資料的一個安全性 以及人民在使用這些資料的安全性上面 都能夠做到雙重的保障 那事實上我們都聽過一句話就是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 我想資訊安全也是如此 資訊也是一個國安的一個問題 所以透過給大家更好的安全的保障 我想我們在使用在這個漫遊在雲端或者是 我們在這個網路科技裡面 或者是相關的行動傳輸的時候 我們可以更自由 然後也更有安全上的這些保障上的一個措施 讓我們會覺得把我們的生命財產安全 給予了更多的雙重的這些認證和保障 這個是對我們來講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安全在現在的科技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一個提供民眾最安全的一個保障 那這是我們的做這個想法 那也感謝我們副縣長以及縣長對我們的經費的支持 所以我們這次能夠用最少的經費 然後獲得我們最好的認證 那這提供我們縣民一個很好的服務 以及我們對財產對民眾財產安全的一個保障 下一線政府能夠針對我們民眾的這些地震安全 設置一道防火牆 讓我們這個資料能夠更安全 那也在這邊帶起了這個公務部門的一個典範 我們在這邊恭喜嘉義先生跟德藤所想的這個議任處 那希望這個以後能夠持續維護我們的這個資訊安全